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今年购买865或者865plus的手机了吗 可以走一步弹幕 7月9号高通正式宣布推出了骁龙865处理器的升级版865plus 和865同样的架构 主频从2.84GHz提升到了3.1GHz GPU频率从587MHz提升到了670MHz 相较于865提升了10% 惯例挤压高 高通的传统异能了 但是今年还有一点不同 到目前为止 市面上的865已经出现了三个版本了 如果细心的机油可能已经发现了 标准版的865上半年的这一波旗舰都是 还有就是865超频版 黑鲨的3S 红模5S 还有就是目前国内市场上 V2的两台865plus拯救者和LG3 国内很多厂商反而没有用上865plus在下半年的机型中 那么对于机油党来说 就有些选择困难症了 总觉得自己手里的手机是不是跟新的差了一些 这三个型号的处理器到底有什么区别 865plus实际提升有多少 为什么有很多厂商没有用上865plus 本期我们就即刻想 哈喽大家好我是双九 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 我们先来看一下标准版和超频版有什么区别 既然要比拼性呢 游戏手机在调度策略和优化上的激进表现更为合适 正好黑鲨3S能够将865和865超频之间的测试变量控制在最小 它可以手动开启GPU超频 所以我们先单独把它拎出来测试 另外的配置也有些不同 目前世界上也没有搭载三种不同效龙865 其余配置还完全相同的手机 我们只能这样做 把变量控制在最小 黑鲨3S在四种模式下Gatebench 5中 CPU单核多核跑分相当 在3DMark OpenGREI 3.1之中的GPU超频两种模式下 均高于865不超频两种模式下1000分左右 安兔兔两种模式下的超频比不超频要多3万分左右 由此可见黑鲨3S的GPU超频确实有效果 根据我们拿到的最新参数 黑鲨3S的865可以把之前GPU的587MHz 提升到最高905MHz 非常恐怖 接下来是三款处理器的对比 它们均是最新稳定版系统 不用任何辅助外设 性能全部都开到最高 Gatebench 5单核多核测试中 RG3就像3个钟的操仓加点大能力强 自然也就打得过其他两台手机 RG3 865plus单核跑分987 离千分屁股还差一个手指头的距离了 虽然有遗憾 可一代人干一代事 卫国的建立还需要交给曹皮 突破千分大关这件事 还是交给下一代的875吧 3DMark OpenG2S3.1中黑鲨3S反差RG3 以8138分拿下第一名 在3DMark Vulcan测试中 RG3和黑鲨3S无论开不开启性能模式 都在运行过程中卡住 我们设了N次还是不行 可能还是不兼容 所以黑鲨3这局倘赢 原路途这边超频版865 显然不够865plus打的 黑鲨3S的小弟黑鲨3只有56万分 还没有到60万 RG3不仅在三台手机中跑分第一 也是小白色评论数据库排行榜中的第一名 简单总结一下 在跑分方面 865plus还是能明显和另外两款手机拉开差距的 在相对比较吃图形性能的实际游戏表现中的 865超频版和865plus打的有来有回 有些地方表现甚至比plus还要好一些 因为黑鲨3S超频之后 GPU性能可以稳定在700MHz左右 这个和865plus的670MHz基本一致还要高一些 跑分只是一段时间的高性能持续输出 玩游戏还得看谁最持久啊 865plus这颗主频超过3GHz的CPU能否合得住呢? 和平精英60帧显然已经吃不完865的全部性能了 我们又重新测试了流上加上90帧下的和平精英 图表中一目了然 三款处理器之间的差距也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 看来主流手也已经很难给旗舰机造成什么压力了 运行一手光明山脉 应该是RG3的865plus调校不够激进 平均49.49的FPS不如黑鲨3S的53.07 而同样搭载865plus的联想拯救者手机Pro 光明山脉则表现最好 平均帧率可以达到59.3 波动仅为5.87 在极限硬实力上 865plus确实强 在温控上呢 三者感知还是非常明显的 室内温度26摄氏度的环境下 同样是和平精英的90帧 三台手机观战同一人 亮度统一为400尼特 时长100分钟 我们每20分钟记录一次温度 非常耗时耗力的一次测试 大家不三脸的话点个赞也行 第一次测量温度 黑鲨两兄弟相对较为冷静 RG3运行了20分钟 背面的温度就达到了48.62度 第二次测量 黑鲨3的小宇宙开始爆发 正面49.42度 背后47.22度 且三次测试中正反面均处在49度左右 RG3更为激进 游戏运行40分钟时呢 背面突破了50度 后面全程都是50度以上 运行80分钟游戏第四次测试时 背面温度已经达到了54.32度 正面也差不多近50度 已经非常非常热了 三台手机虽然都热 但热的不同 如果说865和865PLUS超频版属于炎炎夏日 那865PLUS基本上是来到了火山口 火力全开时无论是拯救者和ROG都非常夸张 不过这也可能和我们开启了进阶X性能 CPU和GPU都拉到了最高量有关 黑鲨3S虽然说是超频 但是散热结构也更加优化了一些 温控还是比黑鲨3要好一点的 虽然温度也来到了47度左右 但是相较于其他两台手机明显更加理智了一些 100分钟高压游戏测试完毕 RG3总共耗电38% 黑鲨3S耗电43% 黑鲨3耗电47% 3S和黑鲨3电池容量为4720毫尔时 RG3为620毫尔时 综合换算下来在能耗方面的3S表现最好 再测试明一下耗电这么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全部都调到了400尼特 发热也会受到高量的影响 激情过后需要一些平静的生活 大家日常使用调音最多的还是单大核性能 在小白测评新20款应用两轮打开时间测试中 RG3110秒 黑鲨4S119秒 黑鲨3123秒 我们这一套跑分和实际压力综合测试下来 86PLUS在日常使用中提升几乎感受不到什么差别 不是超重度性能档完全不需要担心 也无需担心落无感 PLUS能玩的865一样可以 但是在超大型游戏方面 比如光明山脉这种86PLUS还是有明显的硬优势的 当然这也和厂商的调教有一部分关系 但是这颗处理器肯定是给了你一个好底子 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句话 好的处理器不一定调教的非常流畅 但是差的处理器一定好不了 之前就有很多小伙伴在问 提升不是特别大 高通为什么每年还要发这么一个过渡产品呢 我们知道手机芯片更新差不多都是一年一大更这个规律 目前市面上活跃的芯片上游供应商主要有高通和联发科 手机厂商自研的则有三星猎户座 苹果A系列和华为的麒麟 他们不可能约好同一时间发布 这样就会造成各家产品发布的时间差 给用户也带来了一些压力 华为麒麟和苹果A系列差不多都是在9月左右发布 今年比较例外啊 苹果受疫情影响华为受到制裁 一家是供应不足可能成为绝版 另外一家则是官宣要晚一些 三星猎户座呢一般在11月份左右发布 高通则是在12月份左右 那么问题来了 高通比最早发布的同行要慢几个月 当然也可以说是领先几个月 但是正值秋季啊换机高峰 新的处理器肯定要更有竞争力 而且各家目前都是双旗舰策略 下半年的大旗舰呢 也需要新的处理器作为一个大的卖点 高通的做法就是在下一代处理器还没有彻底做出来之前 提前准备上一代的plus版尽量保证客户不会流失 对于中段用户也能保持新鲜感 还有就是开头我们说的 为什么目前国内很多厂商没有上865plus 这个原因其实我们在小米Ultra那期视频中跟大家聊过一些啊 有贸易制衡也有高通想要改变之前更新处理器节奏的做法 反正今年大陆厂商应该是没有865plus可用 反正截止目前是这样的 目前市面上仅有的两台865plus的量产机型 RG呢是华硕的算是台起没有划归大陆地区 阔博肯定是一个中国啊 这个联想呢则是通过摩托罗拉这个海外品牌的运作 拿到了一些865plus 不过高通对于大陆厂商超频这件事呢没有官方说明 而且没有发任何865plus的超频公告 但是大家都这么做了 高通也算是给了国内这些厂商一些默许 后续发布的865虽然没有明硕啊 但是很多都是超频之后的 比如说我们拿到的小米是Ultra 最开始他也说的是普通版的865 但是GPU呢也能标到700兆赫兹 其实今年在芯片领域 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华为麒麟的走向 这个搞不好今年就是绝版了 这个芯片战场啊关系国家整个互联网的水平 一直都不是简单的你卖我买的这种关系 自研芯片真的太重要太重要了 国内从事芯片设计的有紫光展锐 然后赵毅创新 瑞辛威等等等等 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但必须要认清现实 还是与国际一线有较大差距的 希望国内芯片厂商们一路乘风破浪了 OK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可以在全网搜索小白测评 尤其是我们的B站 商量博博和微信公众号 尤其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每日新鲜资讯 每日语音 每天我在那语音和大家聊天 我们的数据库商城都在里边 不过关键天 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